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知道国家的现代化进度如何 交通是一个重要指标 新中国成立75年来 交通领域经历了由出行基本靠走 到海陆空全面发展的巨大变迁 回顾过去 中国在50年代生产了第一辆东风排轿车 但一直未能普及 当时的人出行主要靠双脚 人力车或者骂车 70、80年代 中国变身单车王国 到了90年代 由勇猿电单车大军 直至踏入新世纪 交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可望不可及的私家车 开始走入千家万户 截至2024年 中国汽车隔禧人数接近5亿 在环保政策的推动下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引入智能化数码化技术 产品深受国内外用户称来 而公共交通领域就必须提及高铁 初期的和谐号列车 是引进国外技术生产的 之后中国进行创新 制作出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復兴号列车 它各方面技术领先世界 部分型号温行时速 可以达到350公里 相距2000公里的城市 半日就可以抵达 比高铁更快的还有飞机 目前全国有200多个机场 每年旅客运输量超过6亿人次 另外 中国有能力自行研制先进客机 150座级 最大航程超过5500公里的C919 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气动特性 在经济效益 舒适性等方面都有优势 C919大合机于2017年收飞 截2024年中 已经有7架交付航空公司 执飞北上广的多条航线 中国也在研发载客量更大 航程更远的C929 预计未来数年就会收飞 还有近年被受关注的空中的士 这架空中的士可载5人 时速200公里 目前已经展开测试 有望2026年开始载人飞行 来往深圳和珠海 前景令人期待